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好吃懒桌 我是阿T 情人节要到了 有想过带你的另外一半到外面用餐吗 相信我 我也是过来人 情人节当天应该是会人挤人要排队 然后吃有一点都不便宜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道简单 而且充满浪漫的爱心餐点 今天我们要准备的材料也是简单到不行 首先 我们有面包 起司 牛油 鸡蛋 果酱 黑胡椒 大家少不了的 两个爱心模子 首先 我们先把面包涂上牛油 然后放一旁 像另外一个面包 用圆形的模子 在中间打个洞 然后 加刚才涂了牛油的面包 像这个打个洞的 这一片面包 盯上去 然后稍微按紧 就放一旁 再这样吃 起司 一样 也是用圆膜 拍个洞 然后小心的把它拿起来 也在这个面包上面 剩下的这个洞也不要浪费 用你的星形的模子 盖个椅 然后再将这个圆形剩下的面包 一样打个星形 这些可以不要了 再将这个星 点上去 然后现在我们将弄好的面包 摆盘 接下来我们打一颗蛋 然后 我们首先将蛋黄泡出来 放入洞的中间 然后才慢速 将蛋白 甜满 好了 最后 我们就撒上一点的黑胡椒 进烤箱的五分钟前 先预热你的烤箱 摄氏200度 然后我们把它放进烤箱 烤它 10分钟 烤它 10分钟 烤它 10分钟 好 等着面包在烤烤的蛋了 我们也准备一样简单的摩卡饮料 首先需要的是八百咖啡 两匙的美露 加热水 大概半大杯就够了 准备这个饮料 我们需要一个洞 一个洞 先把冰块加入 然后就使劲的摇 出 泡就好了 好了 好了 准备一个杯子 首先先把顶部的盖子 从顶部 摆出一半的 摩卡饮料 先倒出一半 是因为 当你摇了过后 它的泡沫会 会 比较满 所以如果你把 完全开出来的时候 泡沫就会流出来 很容易的流出来 所以你先开顶部 倒一点出来 再倒入其余的 最后一个步骤就是 来一滩匙的 美露 轻轻的在上面做一点点缀 美味又好看的摩卡 就好了 好啦 香喷喷的爱心早餐 就这样搞定了 然后现在我们把 这个心 涂上点果酱 然后摆上面包 就OK了